快 苏姐姐 兄兄 苏姐姐 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 我要杀了他 快走 我说 先让开 让开 小冲冲 我们来了 裴大哥 裴兄 你怎么来了 这是一个陷阱 你们快走 快走 普通老闻的囚犯 已经暴乱了 李政 这叫头烂盒呢 你都知道 天牢的守卫 一般都是从战场上 推下来的士兵 不知道什么时候 变成了陆陵高手 这种张言法 我还是看得清呢 李政的人 除了利用我勾陷你以外 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对付你 你只需要忍住 什么都不说 他就没办法对你做什么 但是 你一定要小心防范 因为他背后的人 想要对你不利 你都这样子了 你还操心我呢 我没事 这里太危险了 你们赶紧趁乱走吧 你现在还说没事 你都别打成这样了 这不过是些皮外伤 不害时的 就是 这牢房的菜 太难吃了 又不干净 等你出来 我让飞员给你做好吃的 谁都什么时候了还说废话 先走 住手 他不走 我们走 为什么呀 他如果现在走了 以后怎么光明正大见人 裴大哥 你是不是已经想到 救苏姐姐的办法了 你们放心 我一定救他出来 走 小苏 走吧 走 快走 我